不过这不是现在要请你们做的事情 我们还是回来继续介绍这一个 这一个Photocap 我们现在接下来再继续来介绍 介绍写真书好了 好 写真书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什么叫做新的编辑跟再入专案 再入专案是曾经我曾经做过的这个写真书 那新的编辑就是新编一本 新编一本写真书 所以点选新的写真书 然后接下来下面这个影像要不要储存 我们先选for不储存 然后接下来这边只有两种 只有两种有看到 第一本第一本封面长这样子 好 第二种 第二种封面第一页 二三页四五页六七页 好 那有没有第三种 第四种目前没有 那我们现在看 假设我现在选择第二个 第二个 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 不选择模板 直接进入新的编辑 那就开一个新的档案 自己来去设计 自己来去设计 好 这边我们就直接点选 选到他之后点OK 然后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到的是写真书 现在我们到的是Photoclap里面的写真书 所以这里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接下来呢 各位这里面是不是有好多好多种样式 有封面页 第一页 第二页 等于说二三页 这是第二页 第三页 好 那我们 这时候我们就要去思考 我第一页 第一页 要放的是什么 封面页 我这边要放什么 右边要放什么 所以在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有两个 一个是载入照片 一个是输出写真书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点载入照片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应该是Picture Picture里面的作品 写真书就好是以人为主 当然你也可以说做一个作品集 好 点选这里面 是不是有很多东西 很多张图片 然后接下来 等一下第一张图片 就会放在封面的左边 然后第二张图片 就会放在封面的右边 好 一次类推 就是这一张图片 就会放在左边 这一张图片 就会放在封面页的右边 然后这一张图片 就会放在第一页的这个位置 好了 然后接下来 就直接把这些图片 全部都加进来 然后点OK 好 您看一下这是我们第一页 然后接下来 封面页 左边 右边 它是不是会自动的把那个图片就塞进去 塞进去这个框框里面 光是这一页 它就有三张图片的呈现 好 可以吗 你如果说在这个地方 你放置的是人的图片的话 你这样做出来 你会更感觉更像 尤其是那个小朋友 尤其是幼稚园的小朋友 那幼稚园的老师 他会做这种东西 然后就是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板子 然后就放那个 例如说 例如说 他就把小朋友在学校里 幼稚园里面的表现 把它拍照拍出来 然后把它做成这种写真书 这样可以了解吗 那你觉不觉得这样子的话 如果家长收到会觉得 哇 这个老师好厉害 虽然你们不是幼稚园的老师 但是如果你家里刚好有一个小朋友 你把这些做完之后呢 做完之后 然后他就会每天回家 他都会愿意翻这些东西 好 我是说真的 所以当你 当你 假设你做了100页 你做了100页 然后你到时候呢 假设你希望他安静个30分钟 你就会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给他看 创造那个民进家庭环境的一个方法 这是提问该文参考的 就是你不觉得这个东西很简单 你只要再入图片 然后他就自动帮你就编排好做好了 好 然后重点是里面的主角就是你的小朋友 所以写真书就这样子就做出来了 好 那只是我现在没有很多张小朋友的图案 好 那这就给你们参考一下啰 那请问一下 我们是不是只能做20到21页 可不可以再增加 或者是你看在这个地方 你看在这个地方 我要挑有图片的 好 例如说这边是第6页 第7页 然后这是第8页 第9页 我这两页其实可以上下对调的 先后顺序调整 上下顺序调整 可以吗 上下先后顺序调整 他到时候列印他是依照什么方式 依照这边的先后顺序 好 那接下来呢 这一页 这一页我想要再增加 你是不是就点他 你要增加 例如说内页 增加内页 然后记得把它往上翻 往上翻 然后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这些东西 就是如果你想要这些物件 那你就记得复制 复制 例如说选到它 复制 贴上来 就是刚刚 假设这边有1 2 3 然后你就怎么样 你就去选到它 选到它 然后复制 然后贴过来 那你会说 我不想要 给人感觉是一模一样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你可能就要稍微去调整一下 例如说 我把这张图片 稍微缩小 缩小 或者是 我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把这张图片 放在这个地方 放在这个地方 可以吗 这样大概知道我在做什么事情 然后复制 贴上 然后把它给搬下来 可以吗 都可以 反正就是你这里面 刚刚曾经有的那个版型 这边都可以拿过来 再继续持用 所以它不是就只有你现在所看到的这种样子 或者是设计 设计 你可以设计非常非常多 你最后做完就不止只有这几页了 可以 所以这个写真书不用多 重点就是里面的那个图片 你要会去做 那个版型你要会去调整 好 那 例如说 我喜欢这个心形 这个心形 这其实它只是把那个遮罩 把那个遮罩做出来而已 好 反正就是如果你要心形的话 那就请你把它复制 然后把它贴 贴到你所想要放的地方 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 如果你想要这一页的底色是什么 底这一页 这一页的底色 有看到吗 你是可以增加图案进去的 可以增加图片 然后你也可以增加物件 物件的话 那它这边它就有很多了 举例来说 假设我希望说这边有放Sweetline 那左上 左上角这边放一点图案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是不是可以用这个 这个 然后例如说我喜欢这个图案 我就点OK 然后接下来再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这样可以了解吗 就是你就不要做 好像大家都一看就知道说 你跟我用都是Photocab 而且完全都不去修改这个底下的这些图案 你这边稍微修改就可以做出不一样的写真书了 好 那我们刚刚是不是做到第十一页 可不可以再继续插入照片 当然可以啊 这边这些都是已使用 那我们再换台北县政府 好 我们插入八张图片 加入照片 OK 它就继续从刚刚没有图片的地方 继续开始往下放 这边你会看到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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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刚刚是不是做到这一页 财政部的图片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放那个 新北市政府的图案 然后放了八张 所以一二三 四五六 然后七八 好 那我想这些应该都还蛮简单的 所以你们写真书 最后做完 一定要记得做一件事 输出写真书 输出写真书 有两个情形 一个就是把它列印起来 一个就是把它怎么样 一个就是把它 就是储存 好 那当我点选这个输出写真书 输出写真书 那你有没有发现这边 他会提醒你 他会提醒你 有些图片解析度会有轻微不足 或者是没有图片再入 就是我后面不是还有蛮多张 但是都没有图片 他会认为说 这个 这个情形呢 应该要提醒一下 作者 但是你有可能 今天没做完 你可能明天要再继续做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你只要点 我了解这个情况 请直接输出 然后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请稍微注意一下 他这边的输出 他这边的输出 是指输出成什么 JPG TIF PNG DNP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全部输出 都是图片 用图片的方式来去做输出 好 然后因为没有图片 他就把它不输出了 因为没有图片的话 他就不做输出 好 那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 输出的分 档案格式 好 输出的路径 这个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 那个输出到什么地方去 还有输出之后 它会变成 例如说 第一张图片 第二张图片 第三张图片 这点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并不是你所想象中的一本书 而是一张一张 这边就有15张 15张这一派的图片 好 记住他在吸叠的photos 然后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直接点开始输出 他说所有的液质会全部输出 您确定吗 是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 我刚刚是不是在吸叠的photos 还没跑完 还没跑完 你看这边一张 两张 他就变成这一批菌 你就一张一张 把他也印出来 好 因为他跑不出来 所以我想先暂时中断 暂时中断 所以先关闭这个城市 重新打开 我先讲赫卡好了 因为讲完赫卡 我们在讲蒙太奇 可再讲那个影像拼贴会比较好 好 我们先讲这个赫卡 赫卡 比如说圣诞节 或者是过年 好 我们自己手工做一张赫卡 然后把它印出来 再买一点那个 就是上的蕾丝啊 还有那个弹簧的就是彩带之类 绑一绑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 这边有新的编辑跟展书专案 那我们第一次做 当然是新的编辑 然后接下来 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很多 很多 就是你看到的 那个卡片 像例如说 这一种卡片的样式 还有这种卡片样式 像例如说 这种感觉就很像圣诞节 像这一看 觉得就是像圣诞节 那他的意思就是 就是这位先生 他做的卡片 他说 如果你圣诞节会做 那么你什么万圣节 好像最近来了一个万圣节 你是不是也应该会做 好 例如说 我现在我就选第一个好了 选第一个卡片 好 然后这个卡片跟 第三个卡片 第一个卡片跟第三个卡片 第三个卡片 这边还可以放人 人 第四个卡片 这边也可以放一个人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就是说 在一个方块 然后接下来中间会有一个 一个 就是白色的一个圆形 像这是星形 这都是可以放照片的地方 好像这也是可以放照片的地方 这中间中间有一个放照片 好 例如说我现在我们选 选 这一个好了 选这一个 因为他里面可以放照片 然后接下来选到他之后呢 选到他之后要点这个OK 我刚选这一个 然后点OK 那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没有图案 好 我就放一个 我就放一个图案进去 所以左上角是不是有载入照片 我就可以依照我的需求 例如说 我放一个宝宝的图案 在simple里面 然后我放在picture里面吗 还是我把那个宝宝拿掉了 好 我把那个宝宝的图案拿掉了 好 例如说我现在换这个图片 然后点选 加入照片 OK 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这个地方 这个文字 请稍微注意一下 当我们今天在入的时候呢 如果你这样就把它印出来 这边是不是看到very mu 对不对 好 没有看到完整的ch 这后面还有ch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你可能首先 要不就是把这个字拉回来 拉到 我觉得这个中间 这个中间 或者是说 把刚刚那个地方呢 文字字形缩小 缩小在这里 或者是你就直接放大缩小 假设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你是不是没办法看到完整的字 好 记得把它缩小 把它缩小 这不是特殊创意哦 如果说你今天刻意把字变成这样子 这不是特殊创意 这叫初心大意 好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吧 但是我真的不骗你 有些人就是就是他会讲说这就是设计 这就是创意 这就是我的idea 可以了解哦 好 因为有时候美观 有时候美的东西 美的美的东西哦 你应该是要 就是大家是评论出来是还不错的 而不是要设计出来是 是就是看不懂的 好 或者一句话 少了ch 好 这不叫创意哦 我觉得这真的不叫创意 好 那可是像例如说那个 呃 那个多那一点 我就认为那就是创意 可以吗 他不是写错字 有听得懂我的意思哦 因为他要入境多一点 同意吧 就是前一阵子不是 崩崩局 是不是 好 反正我想 呃 大概要知道一下这件事情 好 much you very much means means you very much ok 所以这是一个卡片 卡片的设计 你这边 你是不是可以再更换我们的影像 更换影像 好 例如说把这个照片物件 假设我现在我想要去更换 刚刚曾经有使用过的照片 是不是都会放在这个地方 好 例如说我把它换成它 换成它 可以吗 就把那个下面曾经有开启过的照片 它其实可以这样拉进来 拉进来 好 你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调整 就是当假设像刚刚的写真书 你也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去调整先后的顺序 好 那 在接下来 例如说这个 这个星形 可不可以加边框 我想应该没问题 就在物件 物件属性这里面的那个 边框的控制 还是楼边 真的都可以去做 然后边框的颜色 边框的颜色 然后边框的形状 这形状 好 那 这些我想你们就自己去玩了 那我们现在假设这个作品 这张卡片做完 我们是不是叫输出贺卡 输出贺卡 请稍微注意一下 在这个地方 因为等于是说我没有办法去留下来那个模板 我们只能把它透过这个模板变成影像档案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 他没有他没有存成PCL 好 所以这点请注意一下 一样放到C叠底下Photos 这个是C叠底下会有一个Photos资料夹 然后接下来 这是第一页 好 开始输出 然后他就说 下面这些影像会全部一起输出 是的 确定 然后输出完成了 接下来我是不是就可以关掉了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C叠底下的Photos Photos 是不是有这样一张影像 那你可能稍微注意一下 假设我今天 我透过模板输出的影像 它叫做P01 那下一张 假设我再做另外一张卡片 然后输出的影像 它就会自动叫P02 P03 所以你到时候到Photos里面再去把这些你要的档案再找出来 好 那刚刚介绍到卡片 好 那这边赫卡我就暂时先介绍到这个地方 那储存前要不要储存卡片 这个赫卡的专案 注意哦 这是专案 好 我们来存成看 当我们现在点选Y 好 那我们这边就是存成一个专案的档案 例如说 我叫做赫卡 好 算了 我打中文字赫卡 要储存的档案名称叫赫卡 那 这边是选择放置的位置 放置在C叠 我还是放在Photos底下好了 好 然后作者是谁 什么 然后点OK 然后储存成功 然后 这个 这个专案档 这个到时候 你去开启 你要打开这个PKP 这边会有一个PKP PKP 好 就是假设你今年你记了一张卡片 这一张卡片 假设你要记给十个人 好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用存成那个专案 那个赫卡的专案 那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 拼图 拼图 在做拼图之前 我们先选一张照片好了 所以 载入相片 载入一张图片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点一下这个拼图 拼图这边主要就是去设定 看你要哪一种形式的拼图 还有几层几 例如说4乘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4乘4 当然你也可以乘16乘16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指跟这个裁切变成一个拼图的内容 这个拼图的内容 它跟边界跟边界距离 好 32的批手 然后接下来 那立体的程度 立体的程度 光线1 光线2 好 那 如果 你可以自己去动手做一下 例如说我们来做8乘8的拼图 8乘8的拼图 好 那 稍微把它做立体化一点 立体化 好 到时候你再把它印出来 印出来之后呢 印出来之后 你再自己把它剪 自己把它剪成一小片一小片的方式 好 这在手工创意 手工创意这边 不晓得你觉得喜不喜欢 好 那 除了刚刚这一件事情 这边还有一个叫照片拼贴 照片拼贴 那 照片拼贴 我 假设我现在输入 5张照片 5张照片 然后加入这5张照片 OK 你有没有发现 这就是他的拼贴 你可能会觉得说 那个拼贴 可不可以把它拼成 就是 第一张是占1分之1 第二张占1分之1 第三张也占1分之1 类似这样子一个拼贴 他不是 他的拼贴 他是走那个拍力德风格 那 他走的是 这个风格 所以在这个地方 您可以 再去调整他 首先 你可以调整 第一个 更新画面 就是你觉得刚刚那样那样子的拼贴不是很好 那你就可以再点一下更新画面 好 这个通常 通常假设有二三十张图片 你就会看到他的一个堆叠的层次感 好 更新图案 那假设 调整到你喜欢为止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照片物件风格 一般照片 一般就是他没有边框的照片 然后加白边的风格 或者是这一个拍力德风格 各位知不知道这个拍力德它下面会空比较大一点 好久好久 很久以前 那个 现在 现在大家都 你家还有手 对不起 你家还有相机吗 有 有 应该都是那种特殊的单眼的那种相机 就是 以前我们是不是都会去买那个傻瓜相机 那个自动相机 对不对 现在我们都是拿手机来拍了 好 这提供干门参考 再过来就是 你的边框 这是一张照片 这照片 看你要不要把那个照片变成 例如说我把它变成亮一点的蓝色 亮一点蓝色 好 还有就是你要不要这个照片 跟这个纸之间的阴影的呈见 这个照片本身的阴影 有没有 我觉得有阴影可能会 会有上下层次感的呈见 会比较好看一点 好 那 开启随机角度 随机角度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它会转移 转移 它可能第一张照片它是多少度 第二张照片它是多少度 好 但是如果不开它就变成比较难看 就是大家都是上下 上下方式 好 所以开启随机角度可能会比较好看一点 那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呢 做完这件事情之后 是不是我们就点OK 可以吗 那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是拼图嘛 我们是 等于说照片拼贴 所以在这个地方 第一个物件你还是可以去做移动 第二个物件你也可以再做一些移动 旋转 然后第三个物件不动 第四个物件往左上角移动一点 可以吗 这是可以调整的 那再加上 记得我跟你们分享 假设 假设 今天 今天 你要让那个下面 就是这些照片 这张这些照片的存在感 有出来 那下面是不是有一些那个花 就是 纹理 纹路 那你如果要做区别 就这两张之间 你加一个那个半透明的设计 还有就是 尽可能的 因为这个 这一张底图 这一张底图 你有没有发现 下面这边比较漂亮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图案 稍微往下移动一点 可以吗 就是 就是 给别人看到 比较多的 那个下面的 这个影像 好了 那我想 我想可能就是 大概了解 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 底下有一个影像 记得 记得在这两者之间 两者之间新增 一张空白的图 然后把它搬 搬过来 记得这个影像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滑鼠右键 做透明淡出 透明淡出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做 做成这样子 它这边变 底色会变比较亮 可是这边 是不是可以凸显 它就是上下两层的一个 一个关系 所以这点可能就要请各位 稍微知道一下 这边的应用 否则的话 那个底图会 盖过于 盖过于我们的主角 好 这个是照片拼贴 所以档案 我们可以把它另存 这个就可以把它 存成PCL了 所以这个应该叫做 照片拼贴 拼贴 然后点选OK 好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介绍一个蛮特殊的图案 叫蒙太奇 蒙太奇 好 载入 我先载入一张图片 先载入一张 例如说财政部的这一张图片好了 然后呢 我可能去下载 去下载很多的图案 好 我就直接来讲蒙太奇 蒙太奇到底是什么意思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可不可以把那个 等一下我开到最大 首先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去 这边是不是有一大块 这边是不是有一大块 好 这一大块 它只有一个功能 叫做什么 开启旧档 然后也就是说 我现在我假设放了20张图片 我要把这20张图片当作是素材 当作是那个材料 画出这一个图案 好 我们现在来做这件事 所以我是不是要选20张图片 所以我是不是要选20张图片 比如说我选到这边 我把所有的图片都叫进来 也就只有19张吧 OK 18张图案 18张图案 然后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这边 这边假设我都不知道 他到底要做什么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一个建立蒙太奇合成图 就是18张图案 合成成这一张图案 所以变成你就把它想成这是第一个像素 第二个像素 或者是你就把它想成这18个拼图的内容 然后把它拼购成这一张图案 好 所以我就给建立蒙太奇 你稍微理解一下 这第一张是他 第二张是这个 第三张是这个 好 依此类推 可是他会保留底色 保留底色的那个明度 应该说部分的明度 可是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本身 本身他还是存在 等于说我们要放很大来去看 你可以隐约看出来 这个就是 远远的有一个 等于说是建筑物的外形 轮廓 轮廓 这就是蒙太奇艺术 蒙太奇 好 这样可以了解吗 其实你这样远远看 远远看 我们就是看到一座 朦胧的建筑物 在远方 就这样子而已 好 那 那他的形状啊 什么 比较 比较逼真是 假设当我们今天 看很远很远的地方的 一栋建筑物的那种感觉 好 他美吗 好了 反正就是 你现在看到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 接下来我要稍微介绍这里面的内容 这边是有看到区块的大小 然后混合的程度 这些是可以调整 让他算出来的结果是有变化的 举例来说区块的大小 假设我做大一点 100乘以76 然后混合的程度 好 不变好了 就是我把那个格子稍微设大一点 建立蒙太奇 有没有 格子是不是变比较大了 好 格子变比较大 相对的我们看这个图案 会比较清楚一点 但是那个整体 整体的那种感觉 好像就是 就是 比较不够细致 比较不够细致 可是如果说你想要去看那个 例如说这么小的 区块大小 我建议你回家再去看 用比较好一点的电脑来去看这件事情 所以你等一下看 你大概看到 例如说 刚刚看60 46 现在看40 30 反正就是 感觉起来 感觉 我现在脑海里面 脑海里面 我只有联想到那个 纽约 纽约新地标 那个很奇怪的 那个建筑物 我的意思是说 你就把它想象成 你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去看一栋建筑物 一栋高楼大厢 然后看得不是很清楚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那这就是一个蒙太奇的风格 建立蒙太奇 这个影像我们也可以去把它储存起来 就点OK 它就变成一个影像 它就只有一个影像 然后档案 储存 这边有一个另存影像 我们是直接把它存成 JPG的 不用刻意的存存工作档 好 然后 例如说这叫蒙太奇 好 增加一点那个财政部的一个艺术感 然后让别人看部懂 艺术是有这个特色 好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还有什么是值得 大头照 大头照 讲一下这个大头照 那当然就是新的编辑咯 好 那你在这边看到就是说 它这个是两张一模一样的照片 所以你选一个人 那这边是不是看到有男宝宝女宝宝 所以代表说你要选两个人 然后一致做出 例如说男宝宝五张 女宝宝五张的图片 的大头照 好 那我们现在先来做 你们要做一寸还是两寸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你有看到吗 一寸 一 inch 有看到 一寸一寸的照片 那应该也如果说够这个够长的话 你就会看到两寸三寸 两寸的照片 那刮胡这边还有写一 或者这个是刮胡二 这边是 因为一寸四张 好 不是 那个不叫主 他问你要洗几组 组嘛 对不对 好 一组是四张 一组是四张 好 所以他在这边他就放这是一组 这也是一组 好 那现在好像很少 现在好像很少 就是说 应该还是有洗照片 例如说我们办一些证照 我们还是需要照片 好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去看这个 一个 一个人 两个人 三个人 四个人 然后这都是一寸 有看到 一寸 一寸 然后我想要给你们看两寸 有看到吗 两寸 这边他真的有两寸的 好 例如说我们来做那个 一寸 一寸的照片 十张 就一个人 好 一个人 好 OK 然后 接下来呢 接下来你是不是要再 载入一张图片 因为我是做 一寸 一个人 十张 所以我变成我要做 我要载入一个人 所以这边 载入照片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应该是放在 Sample里面 Sample里面 点一下 然后这边选这个图案 然后加入照片 OK 然后接下来你可能要稍微调整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影像是不是要稍微再往右边调整 再往右边调整 可以吗 这样子是不是照片就会变比较正一点 可以吗 那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有时候我们会受限于照片本身的比例 好 那如果说你今天可以动 像这个影像还可以缩小 还可以缩小 但它就不能够放大了 对不对 好 那它现在就不太适合放大 好 那我们还是把它恢复 因为这张照片本身 本身那个比例不够大 好 OK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这张照片 印出来 去哪里印 去哪里印 你知道那个便利 就是你把它存在那个 自己的随身点里面 然后去7-11去全家 然后插进去 就可以印了 好 它真的 它会给你那个照片纸 印出来的那种效果 好 我只是提供给你们这样子一个参考 所以自己做一些学校的一些 比如图书馆 一些什么借书证 它也要一张照片 你是不是就可以自己去做 这样子一个照片内容 当然如果你要办那个护照 或台胞证 或者是一个重要的证照 当然不适合用这一套软件来做了 只是提醒你 你也可以自己做这个大头照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档案输出大头照 不是列印 不是列印 你先存档 存档之后再列印 好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换在 例如说C叠底下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直接点开始输出 然后他会说 所有的叶次将会全部输出 您确定吗 是的 他说已经输出了 要输出的档案已经存在 是 确定 好 我们看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他覆盖掉原本那个P01了 他刚刚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好 可是我们刚刚这个是不是 这个照片是不是已经存在了 大头照 大头照 好 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很困难 而且还蛮好玩的 那输出完毕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关掉了 好 那 这个也可以关掉了 这边 大头照啊 说图页 写真书交了 然后 桌立其实就跟刚刚套模板里面是一样的 然后 赫卡交了 名片 照片编辑 照片编辑 我刚刚有 陈调讲 就是这边的影像 你可以透过修片工具来去编 然后你还可以做影像底下的色相饱和度 亮度对比的调整 然后还有影像你可以去做裁切 好 彩切 我想这些应该都还就是蛮值得我们来去了解的部分 那 批次功能下次再介绍 批次 因为批次应该说是明天 应该说这边 批次加外框 批次套模板 批次变更挡名 它的意思就是我一口气把所有相关的事情全部一起做完 假设你今天要加外框 是不是一个一个加 一个一个加 能不能一口气我加20张图片的外框 好 意思是这个 所以我们明天再来看一下这件事 请问一下上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评问 我请问一下大托照可以调它同一个大框 就是因为我拆的时候会不好符合 那就是它要3.5公斤 3.2公斤 我知道了 你要用套到那个刚刚那个圆圈圈到里面 然后就只能用这种方式 就是 刚刚那个大托照 刚刚这个大托照 例如说我现在载入 好 假设我载入这一张 OK 然后你现在去看一下重点是这一个 重点是这一个 那我们能动的是这个圆圈圈 就是通常我们照的时候一定都是按照那个脸的轮廓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个圆圈圈 这个圆圈圈就是脸 然后在外面就是包含到耳朵 这样可以了解了包含到上面到头发 好 如果它是比较正的话 你现在出来的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合估的一个照片的方式 这样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这个你说这个好像不可以去去做 去做上下的调整 可是如果您真的就是已经把它变成一个大口罩之后呢 你可以在里面针对影像选举到影像来去做上下的调整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提换 这套软体的去背 去背的话是用这个来去教 那我们说 这套软体的去背很麻烦 我用pupon的来教你们去背 大概5秒钟就去完背了 可以吗 这套软体又比pupon的男教去背 但去背在影像选里面很重要 我明天我们用 啊不对 可是你们的pupon也是2007版 那我们用手机教好了 手机教你去背 他的他的那个8叫以为一词 可以吗 好 虽然概念很像 虽然概念很像 因为pupon的2013版 2013版还是有去背 很快就去背了 我可以明天秀一下我那个教学的影片 大概几秒钟内就可以完成去背 好 所以那一段值得让你们去看 还有手机 手机我教你的位置 就是手机有手机 例如说假设我今天我找到 科匹的照片 可是我要去背 怎么去背 还有什么问题呢 那我想今天可能要暂时在这边 告一个段落了 明天早上9点10分 明天早上好像也是9点10分 我们就再来进行第二天的课程 好 今天先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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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